文学先驱 文学先驱 我当然很高兴 最重要是人家把我当了先驱 在新加坡来讲 三十多年就开始有人写马化文学 其实是还有很多先驱 一些真正的先驱 不过无论如何我都很高兴 可能是我的年龄 到一个年龄他就会把你当到先驱 所以真的是非常高兴 这个是一个荣誉 这个整个社会都在变 我们最旺的时候大概是在六十年代 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变动 大概是七十或者八十年代出世之后 都是双语的人才 双语就是有一个好处 他们喜欢用华文的写作 但是他们也有能力用英文 来阅读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话 他们的胸襟就比较广 吸收的东西就比较多 看到的东西就比较多 所以他们现在写出来的东西 就是和以前的不一样 很可能是会还比较精致一点 而且吸收很多外国的东西 但文学是没有所谓进步退步的 只是每个时代不大一样而已 我觉得阅读和创作是一个同前的两面 两样都很重要的 作为一个作者 其实应该多阅读 多阅读 不要急着写作 创作 看和想比写更重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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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tarios 感谢观看 缓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